为什么选择替周深说话呢?在《声声不息》无金曲,还被韩红戏弄,要知道《声声不息》嘉年华已经过半,没有给周深单独演出机会,已经引起不少的争论,再来周深和孙楠合唱的《相见不如怀念》,已经圈粉无数,本以为可以拿金曲,到最后也落空了,最不想看到的结果也已经发生,想想也就算了,还被韩红摆了一道。 韩红行为惹重怒,观众其呼,尊重与友善何在,周深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,他也值得被善良对待,要知道,韩红在娱乐圈可是有着大解大的地位,他的歌声感动了无数人,但这次的表现,却让观众们感到无比失望,这哪里是那个我们熟悉的韩红?这分明就是一个毒蛇评委吗?网友们可没闲着,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自己的看法。 有网友说,韩红这次太过分了,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 还有网友表示,虽然韩红平时很直率,但这次确实有点过分了,希望他能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。 这里也想说说,为什么想替周深说话?周深其实并不是一个天生就擅长社交的人。 不如说,他其实是一个社交负担感很重,能不社交就尽量不社交的人。 大家常用从不占C位这一点夸他谦逊懂礼貌,但在我看来,他对C位的态度其实不是谦让,更接近不安。 他是一个对任何大小事都有极强责任感的人。 也就是说,一旦站在C位就意味着,要承担更多的社交功能,要活跃气氛,要推进话题,要让周围的人舒服,要接受更多的关注和审视。 作为一个轻度设恐,我很了解这其中的别扭,痛苦,甚至煎熬,本质上,他其实是一个不习惯成为焦点的人,但最宝贵的地方也正在于此。 他没有选择躲在自己的舒适圈里,相反,因为喜欢唱歌,他甚至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艺人这个最需要八面玲珑,最受人关注议论,最脱离我们一般人成长轨迹的职业。 没有后台没有依靠,真正的两眼一抹黑,摸着石头过河,全靠自己。 我太清楚对于一个天性不善社交的人,这样的走出去有多难,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意志了。 而事实上,经历了娱乐圈几年的摸爬滚打,随着年岁的增长,他逐渐磨练心智,竟然也真的成长为了一个说话做事有分寸,令人如沐春风的人。 他真的很厉害,我不是只唱歌,一些担忧,这一点纯属我的个人感受,很多观点受我自身感情观和择偶观的影响很大,非常主观。 周深是一个心理防线很高的人,当然,成年人都懂,和他人保持心理距离是自我保护的必然选择,但他的心理防线似乎过高,也过于坚固了。 就像一个受过伤的小刺猬,把自己的心包裹起来,竖起牢固的防线,时刻警醒自己保持清醒,轻易不让人走近。 原因有很多,从外因而言,或许是他曾经的经历,或许是外界不友好的声音,或许是娱乐圈这个特殊的环境。 我不是他,无从得知,但我猜想,应该是有那么一件或几件事作为契机的,让他意识到想要不失望,就别期待。 从内因而言,骨子里,周深其实是一个向往理想化感情的人,对于这样的人而言,感情应该是相对纯粹的,是细水长流的,是没有隔阂的,是不能逢场作戏的。 你说他天真也好,你说他敏感重情也好,这样的性格,当然有好的一面,一旦他把一个人当自己人,他会全心全意地对他好,充分地信任他,依赖他,并且可以延续很久很久,但反过来,这也意味着他和别人成为自己人的门槛会很高,同时,对方的负担感也会很重。 所以,为了不让自己失望,也为了不给别人增加心理负担,他总会刻意和他人保持心理距离,时刻提醒自己保持清醒。 我理解他这样处于自我保护的刻意清醒,但这样的刻意与他骨子里对感情的渴望,会让他更容易感到孤独和不快乐。 这里的孤独,不是说他没有朋友,而是一种心理上的主观感受,对于冷心冷情,对感情没有多少期待的人而言, 哪怕没有朋友,他也无所谓,而恰恰是周深这样对感情有着太多期待的人,即便他已经有了一些能够交心的朋友, 也常常因为不得不提醒自己和他人保持距离,而感到不快乐。 所以每当看着他在屏幕前像个小太阳一样,逗乐别人温暖别人的时候,我都常常在想,他自己真的开心吗? 而且,对于追求理想化感情的人而言,他对爱情所设置的心理预期往往还要更高,因为爱情不同于其他感情,付出的更多,但同时,依赖的也更多,期待的也更多。 所以,要更谨慎,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,周深应该是没有谈过恋爱的。 首先,遇见一个灵魂共同的理想化伴侣,这件事本身的概率就微乎其微,哪怕他真的运气好,遇见了,这样深刻的感情也必然会留下痕迹, 但这一点,我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,当然这也仅仅是我的猜测,纯属直觉。 提这一点是想说,对爱情有着太理想化期待的人,往往是很难走入爱情的,而且,以我对周深的了解来看,他应该不是一个会迫于外界因素放低这种期待的人, 更像是命中注定,遇见了就好,没有也无所谓,但话虽如此,闲下来独处的时候,他又真的不会感到孤单吗? 生日直播的时候,唱到要幸福啊,他一度哽咽到唱不下去,我想,这些话他不仅是唱给我们,其实也是唱给自己的吧。 这个受过伤的小刺猬,到底还愿不愿意打开心房,怎样才能让他打开心房,老实说我也不知道,但我想,应该是为爱有解吧。 希望这个坚强的小刺猬,能有更多愿意围在他身边的朋友,让他意识到,不用时刻保持清醒,或许会更容易收获快乐,希望他能早日遇见那个命中注定的爱人,他能用细水长流的爱融化他。 对他说,不用害怕对别人期待过高,因为有我在,你已经足够被爱了,不用害怕依赖我,我永远是你的退路,要幸福啊,我们的小太阳。 我感触很深的是一个周深粉丝说的话,他说周深出道早期有个采访,主持问他,觉得自己是一种什么酒,周深说白酒,主持人又说白酒很烈的,感觉你不像啊。 周深回答说,你以为是白开水,但你以为的就是错的。 我本身还没挖到这个采访,大家有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一声,周深真的挺刚的一个人,无论说话还是做事,无论别人断言他什么,他都能在接下来做给那些人看,他不是别人可以随便定义的。 其实你可能乍一看以为周深是那种处事原华事故的人,会认怂,总是很谦虚,情商高,但是我却觉得他总是有意无意透露出一种认计,而且他真的说过很多硬气的话,做过很多硬气的事。 比如武汉红十字会的事,他在微博发声啊,粉丝吵架他下场劝而且自己明确告诉粉丝,他不喜欢怎么样,我看到他口气那么严肃,甚至有点凶,我都惊了,但是觉得他真的很能拎得清。 该说就要说,他感觉是那种很少生气,但是一生起气来就很可怕的人啊,总之,不要看周深平常软软的,没有锋芒,其实他只是学会藏起锋芒罢了,我并不觉得他是没有棱角的人。 应一些朋友的要求,补充一下我所提到的深深在微博的留言,如果你们真的喜欢我唱歌,我希望你们说话之前,多站在我的角度,为我想一想,成意识之快,没意思。 谢谢配合谅姐,这是14年,他被好声音淘汰后,粉丝替他不满,故他对粉丝说了这样一番有些严肃的话,周深真的是,就算他不是歌手,不做音乐,以他的人品,他的反应能力,敏锐的观察力。 认真负责的态度,真的做什么都不会差,我相信,就算他当年继续学医,也会成为一名优秀专业的好医生。 再退一步讲,就算他只是个普通人,也一定是个发光发热的小太阳,有这样美好品行的人,身边喜欢他的人一定很多,命运也一定不会亏待温暖善良的人。 1.质朴 很多合作的艺人,前辈老师谈及对深深的意下,都会提到质朴这个词,我觉得这也是周深身上最宝贵的一个特质,是他后面所有一切的根基,无论是他的歌声还是他本人,都能让你感受到生命最原本的律动。 2.有时回想起自己入坑的过程,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,却又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,似乎没有一首特定的歌,或者说是因为看了哪个综艺片段而入坑的,也说不清到底因为什么这么喜欢他。 3.但我觉得,所有能吸引到人的东西,最能够打动人心的东西,一定是穿越了现代人类那些炫目的科技发展成就后,生命最初的样子人类身上最纯真的那份质朴,质朴,自然,干净,这样唱歌的人,必须一尘不染,一点都不能油腻。 3.有天使一般对嗓音,也有天使一般的心灵,能打动人的歌声,是灵魂在透过嗓子,表达他对世界的诉求,理解与渴望。 我始终觉得,内在有问题,或者三观比较歪的人,心思不纯的人,一定不会拥有这样的声音。 就像撒贝宁老师说的一样,你是带着目的在演出,还是真的为我们演绎你的情感,观众一定能够分辨得出来。 2.非常细腻,非常有心,周深对生命对生活的感受力很强。 记得在Offer播出后的《非常道》的采访中,当被问及怎么做到频频爆出职场金句,他说那都是他自己的亲身体验。 当然有足够的阅历和人生体验很重要,但如果你本人没有对生活极强的感知力,对生命的细致的感受力,那有再多的体验也白搭。 值得庆幸的是,深深有这份灵性,这种对生命对生活的感受力,带来的必然就是细腻和用心,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,一个是在音乐表达上,他所经历和感知的一切,都是他赋予音乐生命力的素材和源泉,要有多么细腻敏感,又要有多少阅历,才能将这世间百态精准地吟唱。 另一个是为人处事的细节上,休晚的时候陪老师说深深没有送他专辑,然后春晚直通车采访的时候,深深就真的把专辑带来了,送给了陪老师,看陪老师惊讶的表情,他一定没想到自己说的话,深深听到心里去了,深深说他随身带着专辑,因为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活动后会遇到的采访老师是谁,想着有机会见到陪老师就送给他,别说陪老师了。 这样事实有回应的人,谁会不喜欢呢?在活动现场,会帮工作人员把道具推下去,如果不是主持人打去他说,你要去哪儿,感觉窝里深深真的会善事善终地和工作人员一起把道具搬走,经常主动充当人形麦克风支架,看看创似这个会移动的麦克风支架名场面,类似的小事很多很多, 例如清环中照顾孔高的贾玲姐,细心地扶住启威,话说这个动作好暖,男友力MAX,深深真的很照顾周围的人,眼疾手快的扶助长辈蔡明老师,贴心地帮女生挡裙子,做了导师依然谦虚有理,点头向学员致意,签字的时候用完笔一路小跑,双手还给李仪, 然后还会对李仪点头致谢,把粉丝互动的礼物,娃娃上的灯打开后,还贴心地关掉帕号店,被采访时很乖,会主动找镜头,还会提醒旁边的嘉宾,该对着哪个镜头,太多了,说不完嗷嗷嗷,深深是发自内心的善良和温柔,很讨厌有的人说人设人设,如果这都可以装的话,那从卡布时期到现在近十年来,能一直演戏,还能演得一贯如衣, 严丝合缝,没有破绽,怕是奥斯卡影帝,也没这个水平吧,三,对音乐有自己的理解,对艺术忠诚,音乐也和所有艺术形式的最核心归宿一样,都依托着人类的情感,而周深对音乐足够忠诚,康震老师的这个评价,我觉得是迄今为止,对深深最高的评价,没有之一,真的感觉深深为音乐而生的,在少年有点酷里,周深有提到他自己对音乐的理解, 用音乐来讲故事,来传达情感,这大概也是他唱歌,为什么打动人的原因,四,人间清醒周星星,在回应最近一两年,会不会营业频率太高的质疑时,他说,我那么努力地留在这个行业里,就是希望别人能听到我唱歌, 他说花五百日红,让自己趁着还有舞台的时候多去唱歌,冷板凳时期,他会觉得好像没有一个方式能让大家听到他,现在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,终于有那么多舞台可以让他去唱歌了,为什么不去唱呢? 他说,庆幸自己不是那种一夜爆红的歌手,所以才能这么清醒,明白做好任何事情都不容易,谈及关于捧杀的事情是他说,我之前还担心过深深现在这么火会不会飘,后来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,越多地了解周深,就越发现其实他很成熟,并不单纯是外表展现出来的孩子气, 一开始只觉得这是个喜欢唱歌的男孩子,自己很努力,但后来发现周深能走到今天,只靠喜欢是远远不够的,要知道单纯热爱和能靠喜欢的东西吃饭是两回事,后者的难度会成几何倍的增长,他不只有着对音乐纯粹的热爱,也很清楚明白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,更有着能在残酷社会生存下去的强悍能力,就比如清醒,保持清醒也是一种重要的能力, 他在访谈中聊自己第一场深空间演唱会时,表示自己压力很大,说指热爱唱歌是远远不够的,开演唱会,出专辑,还需要很多其他方面的能力,但无论多难,他都会拼尽全力去做到,他说我要对得起听我唱歌人,五,性格究竟如何? 看合作的人的评价就知道,原谅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给这一部分起小标题,无论是合作的歌手,明星,还是主持人,采访的记者老师,都喜欢叫他深深,感觉大家都很喜欢他,感觉深深真的是吃可爱多长大的,一被说宝贝就保你个头,一被说可爱就喊走开,每次说走开的时候都超级可爱,忽然想到这个梗, 再次乱入哈哈,尤其是访谈节目的主持人和记者老师,比如看看新闻的宇童,首个代言直播互言天使的那个主持人,大家可以翻出来看那个互言天使的直播回放,主持人对深深的喜爱抑郁言表啊,在做游戏的环节,深深超级敬业地躺到地上做动作,让粉丝猜歌名,把主持人给心疼的,赶紧让他起来,深深每次回答记者问题,都能引申出好多话, 例如说逢年过节亲戚让唱歌的时候,就开始回忆起了以前的事情,有发散性思维的好宝宝,而且不只是单纯地回答表面问题,还会有表集里逐渐深入,比如说重回我们的歌的时候,会提到这个节目的意义,说节目把两代人粘合在一起,带来不一样的舞台和体验,能看得出来,经常采访他的央视记者裴老师,真的好喜欢深深,不仅记得深深的生日,还送了他深深的生日, 那个礼物是一个博物馆的尺子,陪老师说尺子代表着尺度和分寸,希望他做人做事,都能像这把尺子一样,有尺度有分寸,原话无法精确地记得了,大意如此,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,陪老师作为长辈的那种深切关爱,真的是把身身当成晚辈那样的,给予尊尊教导, 说到尺度忽然想隐身一下,周身其实非常有分寸感,不仅说话会把握度,做人也是,毕竟说话反映出做人做事的风格,例如在公众场合说完自己懒不爱运动以后,马上又提倡大家多运动,但也不要过度运动,还有经常说完开玩笑的话后,立马道歉,看这满屏的求生欲, 六,遮挡不住的灵动和少年感,少年感这东西,不仅仅是它的外表,更是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气质,它整个人都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灵动,综艺里的灵动感就不用我说了,无论是了不起的长城,还是清环,永远元气满满,在采访中,它会有很多应景的小动作,非常有灵气,例如说到节目不能透露的东西的时候,它会比个虚的动作, 和腾格尔老师合作后接受采访时,会用腾格尔老师唱歌的腔调回答问题,此处不好截图,请各位客观自行脑补,主持人说,把感叹号打在公屏上,它也会做出对应的动作,表达时嘴瓢了会说,刚刚吃了个螺丝,从这些小小的细节中,你会发现它真的非常活泼,非常灵动,七,真心实意地感谢生米,它说过,如果没有你们的话, 我就是一个特别平凡无奇的小男孩,谢谢你们成全了一个小男孩的梦想,这段我真的看一次哭一次,它说大家都是闪闪发光的,它是真的感谢大家,经常想着为大家做些什么,而且它真的对生米好好哦,记者问最想开车去的地方是哪里,深深说是生米的心理, 虽然说完后来了个兔的表情,清环里面有一个游戏,就是不能正面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,深深被问到其他问题时,都按照游戏规则顾左右而言它,但是被问想对你的粉丝说什么,深深马上下意识说,谢谢你们,还有个直播活动,导演在儿凡里说时间不够了,不要念获奖粉丝的ID, 但深深还是坚持加快语速念了出来,如果不是主持人主动提到这点,我们大概永远都不会知道,在这些看不到的角落,深深是如此在乎她的生米们,还有还有,无力周身经常让大家,不要学她这么宅,要运动,不要学习她错误的握笔姿势,真的好像老师,处处都在引导粉丝往正确的方向走,自己生病的时候,会说希望她自己能帮生米们,把这些病魔都扛下, 怪不得你经常感冒,原来你在偷偷为我们遮风挡雨,多次告诫粉丝先照顾好自己,在三次元世界过好自己的生活,她说我们每个人,都要在先做好自己的基础上,再去给予彼此那个力量,放心吧深深,我们会的,啊,最后,她聪明敬业认真,这样的人,无论在哪个领域做什么都会出色,话说无论在哪个场合,她都表现得敬业又合格, 例如被采访时,经常主动帮节目组Q节目,Q唱过的Ost的剧和电影,非常为整个节目着想,无论说什么,都会说到主办方,例如抖音美好奇妙夜上的采访,记者问她平时压力大都会做什么,除了她经常都会提到的唱歌和看电影,她还特别提到了刷抖音,简直是个小机灵鬼, 试问,这种时时刻刻为合作方打广告的艺人,哪个合作方会不喜欢,东方风云榜采访时,让在所得的三个奖中选择自己最喜欢的,她选择的是最佳传媒推荐奖,现场都是传媒老师,一定也很欣慰,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下面这个, 每次有粉丝上台互动的时候,深深都会主动问上来互动的粉丝叫什么,而且是每次,注意,是每一次,都能记住上来互动的粉丝的名字,互动结束后会说,谢谢XXX,她真的真的好有心啊,就问你可怕不可怕,就这种一点一滴的小细节,而且都是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小细节,真的非常令人震惊,周深真的是,就算她不是歌手,不做音乐, 以她的人品,她的反应能力,敏锐的观察力,认真负责的态度,真的做什么都不会差,包括现在在创造营四座导师,深深真的好认真,她没有把这场选秀,仅仅当成一个秀,想着增加曝光率,配合节目组造梗赚快钱,然后走人,她真的是对待每一份工作,每一个舞台都严谨负责又努力,这样的人无论在哪个领域做什么都会出色,这种品质是骨子里的, 再退一步讲,就算她只是个普通人,也一定是个在自己岗位上发光发热的人,我相信就算她当年继续学医,也会成为一名优秀专业的好医生,最后的最后,深深你看你自己都说,无论任何时候身体健康都是最重要的,所以,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呀,我们都要好好的。